规则的区域R 它的左右两边是常数 从A到B 换句话说这个S的上下线 它是被夹在这个 S的上下线 它是被夹在这个AB之间 但是呢 它的Y 这个Y呢 整个区域里面的Y 它是受到这两个函数 所围住 那这两个函数呢 比较小的这个是F1 那接下来呢 是F2 那么Tuber的地理 它的推论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区域 你也可以把它积分 但是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 同学要记得呢 你必须的先对Y再对X做积分 那这个S的上下线是A到B 那Y的上下线 是F1 这边上下线呢 放的不是常数了 放的是一个函数 放的是一个函数 那么积分的时候呢 依旧是内圈 先下去做积分 这个内圈先做积分 内圈先做积分 然后再下去做这个Y圈的积分 那么你内圈做完之后 要对Y做积分 对Y积分之后 你上下线带入的都是 这些X的函数 那么到最后剩下来的全部都是 X的函数 然后你再对X下去做积分 好